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4号星期三 三大股子啊 今天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 那么从分时走势来看大盘啊 早上我们看到是低开之后一路走低 全天基本上是在这个3530点附近 两次呢探底啊到这个位置 今天上午有一次下午有一次啊 呃成交量方面 今天呢呃还没有做到充分缩量 呃量能啊还是维持在跟之前的两到三个交易日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 那也就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呃下跌 呃应该是啊这个呃资金啊 在高位呃出逃的啊这么一个呃力度有所加大的结果 为什么呢成交量没有降下来啊 尤其是提高位调整啊那些题材股 昨天跟大家预警过的芯片 铝电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啊像新能源车之类的一些题材都给大家事先做个预警 那么果然呢我们看到今天从这个资金流出的角度来看啊 呃昨天还非常强的马上又在变脸 今天的这个资金呢是到底什么情况啊 那我们先切换到题材方面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首先来看板块 那从超大单资金的净流入的角度看一下啊 今天净流入是谁是最多呢是医药板块啊净流入是17个亿 然后呢其他方面呢我们看到啊医疗保健净流入8.41亿 呃这个是明显的啊就是超过5亿以上的这个超大单阻力资金的净流入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大健康的医药医疗保健啊占了一大块啊 那软件服务今天虽然有净流入但是呢题材指数是下跌的啊 这个应该是后续很可能还是要出现分化啊 那为什么说医药或者是医疗保健今天流入这么多呢 反映在题材方面自然是谁啊 自然是生物疫苗医美概念基因概念抗流感啊 我们看到排名前十位里边跟医药医疗相关的占了一半啊 占了一半是吧下面还有一个民营医院题材啊 再往第十一位排的还有个仿制药 那说明了现在主力资金的很明显 那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流向代表主力资金从当下开始呢 又转于转入防御型的一个风格啊 又流向这些大消费啊 比如说呃目前的调整比较充分的啊 这这些个消费题材医药股 医美概念我们看一下啊收疫苗近期的一个走势那前期一定是通过了两个多月的回踩啊 这个无量结构首先看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到位了对吧 然后开始一轮反弹啊 这个这个反弹 那么从这开始反弹反弹必然是要有这个呃 走一个N字形啊 然后后面可能再重启啊 调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节奏啊 总之而言短线机会来看 当下就是一个生物疫苗啊 医美概念也同样啊 这个这个调整呢 也是啊比较充分啊 走个道恩字形 然后今天呢 出现放量的阳线啊 医美概念这个指数 那看这个地方啊 成交量已经放出来了 下方 今天收了个中阳线啊 显然医美概念 短线自然啊 有机会的可能啊 可能性在增大 今天呢 医美概念三只个股涨停 44只 总共44只上涨 下跌呢 只有15只 没有跌停的啊 说明这个承接 主力资金的这个承接能力还比较强的 那也就是说 从这儿调到这个地方之后 它类似于走来第一波的啊 我们说 呃 你比如说中期有个大的调整结构的话 那第一波 ABC啊 ABC这个结构完事了啊 那后边呢 又是一个ABC 它是正向的啊 应该是一个正向的 一个正N字形的一个结构 ABC啊 这样一个调整 然后呢 才所谓启动啊 C浪的一个结构 对吧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目前来看 至少从当下的局部集会来看 医美题材啊 医美概念 它是要走反弹的啊 所以说 局部集会啊 医美概念指的关注啊 这是跟大家啊 对题材指数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分析啊 希望大家给大家呀 也就是做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预判啊 那基因概念 同样之前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 区间的一个震荡横盘啊 我们看一下上沿啊 上沿在这个位置 对吧 下沿在这个位置 那大约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 那么之前实际上已经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所谓倒N字形结构啊 倒N字形结构 那么这三天呢 底部又开始呀 收氧量啊 又开始出现起稳的迹象 所以呢 我们看啊 大的一个医药题材啊 或者医药概念里面的细风的这几个题材呢 呃 今天还是比较抗跌的啊 而且是主力资金呢 明显在流入 但是碳交易 啊 有朋友说了碳交易已经突破前高了 后面怎么样啊 我认为碳交易呢还是有正当上行的机会啊 但是呢 防守位一定要搞清楚 防守位在哪里 就前高的位置啊 前高位置附近 你如果是做的是个股 如果你参照 呃 题材指数的话 那你就看前高这个位置啊 这根线啊 我把它放大一下啊 放大一下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我给它放大一下啊 放大一下 大家这一目了然啊 我再画一下啊 这个这个 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位置 对吧 过前高嘛 昨天是一个放量的大阳线上来了 今天啊 高开之后 盘中冲高 然后收盘回落 啊 出现个垂头线啊 倒垂头线啊 好像是要砸盘的意思啊 这个意味 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 站到 这根前面的进线之后啊 那回来之后 大家要关注 这个地方能不能起稳 再次下来啊 探交易题材指数 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起稳 是很关键 啊 如果说后面 下调到这个地方啊 这根红色的水平净线起稳之后 量能啊 它又出现什么 缩量啊 往下锁 啊 缩到位 然后跟前面的量能基本平起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地方再给你一个放量啊 再给你一个阳量啊 阳量再给你起来 对吧 那这个地方同样如果再收出中阳线啊 收出中阳线 那你考虑啊 这个板块我认为还有上涨的机会啊 还有上上传的机会 那给大家做一个预判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跌穿了啊 把这个水平净线给你跌穿了 怎么办呢 啊 如果这个地方给大家说 把这个地方跌穿了啊 好 我再再重新再画一下啊 这个线啊 你们看啊 把这个如果是给你跌穿了 那就及时的 我们说这个地方止损啊 对吧 就防守就在这个位置 如果收盘的时候 点位给你把这个净线跌穿了 那考虑及时走人了 说明这个地方放量之后 后边呢 要回踩了啊 要进行回踩了 所以回踩一时半会儿 它不会结束啊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 给大家做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预判啊 那其他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 抗跌的就这几个 要是最主要的 那别的方面呢 昨天啊 给大家讲了这个芯片啊 我们再来看 今天的这个芯片板块如何 今天芯片板块里边呢 涨停只有一家啊 但是下跌的我们看到啊 这个下跌的幅度在陆续在增大 而且昨天芯片板块里边呢 出现一直涨 一直是跌停了啊 昨天的跌停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下跌的数量有所增加 明显增加啊 芯片芯片里边呢 现在是200 200多支啊 289支 但是呢 下跌呢 达到了多少家呢 下跌达到了220多支啊 都在下跌 所以你看啊 数量上的涨跌 一比较就到这个板块 是吧 可能要有问题啊 就是当前呢 就是说严重超买 从板块指数来看啊 大家看看啊 那就是严重超买啊 这个位置 对吧 严重超买 复头指标当中啊 也是非常一目了然啊 三根曲线叠加在100左右的位置啊 就对应的就是这个高点啊 就这个高点 就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啊 非常敏感的位置 那么复头指标上三根曲线叠加在一起 这要出现问题啊 我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啊 这个地方要什么 要展开回踩啊 回踩到哪 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位置 前面的高点和次高点的连线 所谓高点次高点 就是一个反压线 前面是什么 是压力啊 前面是压力 这地方压力啊 这都是压力 这个高点都压力 它后面回踩的时候 那一定要是什么 切换到支撑 是吧 也就是说 这根线 我们把它延长啊 就是顺势往下延长 实际当中是没有的 画不出来的 那我们就说 这个地方 开始调整的话啊 正当调整的话 一定要踩到线啊 踩到线之后 然后才再次迎来啊 另一波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呢 眼前就是一个高位啊 一个高点 这一点 我可以给大家呀 肯定的啊 跟大家讲 从各方面来看 不管是啊 最近的一个量能啊 看量能啊 量能呢 它有什么 有背离迹象 是吧 另外就是指标啊 严重超买 所以两方面因素结合 我们说基本面 政策面当中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消息啊 但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时间关系 就从简单的技术的角度啊 给大家讲 现在不管是芯片概念 还是锂电池啊 当然锂电池今天呢 跌停了 这个个数增加了 增加到多少加呢 增加到六加了 六加个股跌停 你别看今天有涨停了 但是涨停的数量大幅减少 今天只有五只啊 那么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给大家看一下啊 锂电池这个题材指数 已经达到了 这个长期上扬的 粉射通道的上沿的位置 我们看到之前在接近 抵近这个粉射通道上沿的位置 或者接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都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都会出现回踩的现象啊 回调的现象 哎这个地方都回调啊 这这地方回调啊 这个地方啊 接到接触到这位置了 近期呢 又接触到这个位置了啊 这个鼠标所指这个地方啊 那我们把局部给他放大啊 局部放大 大家看看啊 看看这个位置啊 局部 那是不是接触到这个位置了 刚好打造粉射通道上沿的位置 对吧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 回踩的位置 所以后续啊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啊 是应该是一个调整的啊 这不是一个时候了 所以说 现在你说强势股能不能最高了 绝对不能最高了啊 短线也好 波段也好 中线更不应该了啊 现在就是啊 所以手里面有这样一些强势股 建议你不要练赞 马上把仓位降下来啊 或者干脆我们先高抛一次 对吧 后边回踩之后 然后再去关注 我就说两个啊 这个题材 那接下来 有的朋友留言了 说啊 老师给我看看稀土泳池 这个题材指数如何 那么我们再讲讲 稀土泳池 稀土泳池看一下啊 很明显啊 稀土泳池也是处于啊 这个 上行通道的 这个善然的位置啊 实际上就是一根连线啊 一根连线 我再重新画一下啊 就这根线啊 把这些高点都连起来 啊 高点次高点都连起来 是吧 大家看看啊 就这个绿色的这个线段 绿色绿色的线段 那 啊 这个位置啊 高点压力位啊 这是压力位啊 要画的颜色深一点啊 压力位在这儿是吧 然后第二次的压力位 在这个位置 最近的压力位 就是最近三天的压力位啊 就在这个位置啊 那我局部给它放大一下啊 放大一下 更一目了然了 那我从那个工具画线里面啊 再给大家画一下 画一条这根线 可能不太清楚啊 那我们啊 把这个通道给它去了啊 这个通道是定下人的 那我们用画线工具啊 这里边啊 点画线工具 然后点 这个连线啊 取高点次高点 特别标准啊 严实合分的啊 这我们给它颜色标成的 就是那根粗的 那个绿色绿色的线啊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严实合分的是不是啊 每次高点的时候 它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从这开始要展开调整的位置啊 大家看看啊 这个高点 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 这都是什么调整的位置啊 这都是调整的位置 后续呢 就是一路回调 这个地方高位也是压 接触到了绿色的这个压力线附近 也是一个压力位 然后后续出现调整 然后最近三天啊 也是接触到这个位置 也是接触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没有啊 这个局部的这个啊 局部的这个这个位置 高点 那个十字星啊 也就是本周一那个最高点 刚好打在压力位上啊 这个地方又是压力 那后面怎么办呢 后面如何演绎 后面就是调啊 对吧 还要调呢 所以稀土泳池 现在是不能最高了啊 从题材指数一看 到位了 对吧 前三天那个就最高点 涨到关键压力位了 那你还能碰吗 现在有的个 有的朋友说 手里面有稀土泳池 可能个股情况不一样啊 但题材指数有这个什么 有变盘向下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意味了啊 所以说现在 手里面凡是有稀土概念的个股 希望你把仓位先降下来 先降下来好吧 但是呢 短线是不是要追高 我觉得短线 尤其冲高的一些 主流的稀土题材的个股 不能短线追高了 波段也不能追高了 中线的话 可以减一减长位 下来之后再说 好吧 那关于题材 今天就讲到这儿 最后还有啊 这个说一下大盘啊 这次大盘下来 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是到什么位置去了呢 第一个 粘线的位置 粘线位置大约在什么位置 就是这个粉射通道的下沿的位置啊 那么我们把大均线调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目前的粘线就是这根线啊 那么粘线呢 是不断上移的 后续呢 大盘正当向下调整 这概率的加大 那而且之前我也说了 我说本周五啊 很可能是一个高点 那么这个高点从现在看来 我的预期要降低一些 因为今天呢 是一个中阴线啊 沙跌啊 中阴线的一个沙跌的形态 啊 我把这里边的这个 这个都改成年线啊 年线 年线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啊 这个没必要是看那么多线了啊 这个均线有时候是管用的 我们就留半年线和年线啊 那么现在大盘呢 是接近半年线啊 今天可能明天的话 这半年线回踩一下 然后进行啊 一到两天的反抽 我认为本周五很可能是一个次高点 刷新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也就是说 把这个周二啊 就是7月13号这个最高点啊 三五啊 六七点啊 这个位置再向上突破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路 呃 然后下来之后啊 这个位置 然后呢 再反抽一下啊 反抽一下 做次高点之后 然后再回落 我认为这个回落呢 首先要看到年线 那么年线对应的点位是多少呢 目前看啊 因为年线是不断上移的 今天的点位 年线的点位在3430 当然了 后续我认为 随着它逐步抬高的时候 会在3420啊 或者3000 3450啊 或者是3460左右啊 大约就是说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下沿的位置左右啊 这个上行通道的下沿 啊 在这个下沿的位置给你在这起稳 啊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 就首先在这儿 才会有像样的反弹啊 就到这个位置 那么反弹之后 我认为还是要二次做再做一次底啊 到哪里 我们之后再说 好了 关于啊 今天的这个投资观点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